那老法师说对这些小动物要生灵敏心 这些小动物为什么会驮这种胎呢 因为它过气生在做人的时候造的罪业太重了 如果杀害生命太多会得什么样的果报呢 这都是经上说的像水上的浮游 在水上走来走去的小虫 那些小虫的寿命都很短只有几个小时 我们所谓的招生牧师 死了又投胎一天都要生死那么多次 不知道到哪一辈子才能还得完 你杀了多少众生 你要做多少还的生死 你才能够还得了这个债 这还不算还债啊 只是消你的罪业而已 罪业消了以后还得还债啊 经上讲你赐他半斤你还他八两还债 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 你说多痛苦 迷惑颠倒没有智慧干这种傻事 老法师说这不能做 那老法师说了 如果不幸遇到灾难来了 我们在灾难当中死气没有罪 但是有些人就不同的看法了 他说一个灾难来了 好人跟恶人同国以尽 那这样有什么因果呢 有人看到就不服了 那个人是好人啊 那为什么在这个灾难里面受烂呢 那个人是坏人他是应该的啊 那一般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老法师说其实这个是感情用事 他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真相是什么呢 一起招乱是共业 他有这个共业 可是死了以后 去的地方不一样 就像我们台南这一次过年的时候 发生大地震 围灌大楼整个倒下去 压死了一百多位死亡的人 其中有一位练佛人 有一位练佛人 他就是活菩萨让他昏迷 他昏迷以后被救起来以后 他一口气还在 后来他特别跟记者讲 他是一个练佛人 当时地震的时候 他一直练佛一直练佛 活菩萨让他昏迷 保留一口气在 这位练佛人有这个共业 但是他命不该结 他有不共业 他还有严肃的条件 他还有严肃的条件 所以老法师说 一起招乱是共业 可是有些人 善人他死的时候 他去的地方不一样 联佛的人在灾难当中过世了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好事不是坏事 就像我以前跟郭伟讲 台湾中部有一位果莲法师 他市里面来的一个燕心寨主也是出家众 好吃懒做不出坡 有一天这个佛寺的住持到香港去洽公 那市里面的代理主持 那市里面的代理主持就请果莲法师来代理 果莲法师的女儿在这个灵眼三世 台湾的灵眼三世跟庙年长老出家 是一个比丘尼 那果莲法师在这个佛寺 当知客 当当家 结果他住持不在呢 他就管这位比丘呢 好吃懒做不出坡 那这位比丘呢 恼羞成怒 拿了借刀呢 当场把果莲法师杀死 当然这个比丘也要受法力制裁 杀人要偿命嘛 但是这有他们两位过去生的因果 他们这个也就了 但是这个果莲法师虽然被杀死了 但是果报不一样 他往生极乐世界 他火化的时候烧出好多颗的色粒子 上百颗的色粒子 我当时看了这个故事非常感动 我还印了一千本的果莲法师内 往生寄文 证明他往生了 就是老法师这里讲的 念佛的人在灾难中 这个果莲法师被杀死算是一个灾难 果报现前 他虽然死掉了 但是他到极乐世界去的 老法师说这是好事 不是坏事 他了这个因果嘛 就像安士高大师还命债一样 他了这一世的欠这个命债 所以你看起来是这个出家人被杀死 事实上你没有天脸通 你没有六通 你不知道他们两位 这两位出家人过去是他们的一年果报 所以老法师说灾难中死掉 他不是坏事 那有些呢不是学佛的人 一生行善积德的人 他在灾难中死了 他升天 他修了善福 少一点的 他可能到人间来 他又去脱胎了 到人间升到富贵之家 比这一生一定要好 老法师说这也是好事啊 那么赵宗威德人 他到三恶道去了 老法师说公平的很 真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你才真正相信 这边夜阴果报 丝毫不爽 这是金空老法师在净土大经节演绎 第109集所开示的道理